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节目平安 今天想和大家看几节以西结书里面的经文 第一次的经文是以西结书十章第四节 请听我读出 第三节的经文就是在十一章二十三节 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 我想读过以西结书的人刚才所读的几字的经文 刻画了一个非常令人深刻的景象 这个景象叫人非常唏嘘 因为在描述的是神的荣耀 神自己的本身一步一步离开神的殿 离开属他的子民 神自己荣耀由约柜上边的基路伯 一路去到殿的门栏上边 到殿的门栏上边 到殿的门栏上边 到殿的东门里边 最后由殿的东门出去 到城东对着的那座山上边 剩下的只是一个被人称为圣殿的建筑物 因为神已经不在当中 有人曾经形容过这一段过程 就好像一个人对着一个依依不舍的家人 他知道自己要离开 一路一路走开的时候 走几步又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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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舍得要离开他所亲爱的人 我们的神对着这个地方 其实都是有相同的感受 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 如果我们从当初 神如何进入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会稍为更多的明白到 神这一刻 他是多么的失望 多么的无奈 多么的悲伤 在《猎王记》上八章那里 当所罗门建好了神的圣殿之后 要将神的约柜从大卫星 一路抬入圣殿里面 当那些祭司在圣殿出来的时候 耶和话叫荣光 就充满这个电 以至当时的祭司 不能够暂立去公职 非常之荣业的景象 所罗门稍后 在当中去赞美神 去敬拜神 去为百姓祝福 亦去献祭 当时非常之热纳 非常之欢喜快乐 所献的祭 所以连当时的祭坛都不够用 所以要临时将圣殿的圆子里面 分别为圣 成为一个献祭的地方 当时举角上下非常之轻凡 因为神的荣耀在他们的中间 主在圣殿里面 与他们的同在 但对比回到以西结书这个时候 当日那些欢呼的声音 已经不在 当日百姓非常之兴奋 因为有神的同在 但在这一刻 已经没有人再去留意 神是否在当中与祂同在 所以神 因着百姓的罪恶的缘故 都无奈 虽然捨不得 但仍然要离开这个地方 经文里面所记载 神的荣耀最后停在那座山 叫城东对着那座山 不少圣经学者都指出 这座山很有可能是新约的橄榄山 如果大家有印象 当主耶稣最后一次 在上十字架之前进入耶路撒冷 他都曾经在这座山上 为着耶路撒冷这个城去哭 去悲哀 主耶稣觉得我巴不得这个城 他知道将要面对的审判 将要面对的结果 可能这一刻 在以西结书这里 神要离开这个地方 他都知道将来这个地方 要面对是怎样的灾难的时候 可能神都是带着一种非常悲哀的心情 其实神的荣耀 都不是第一次离开熟他的子民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时候 在这个撒母耳记上 也都是在这个《士诗记》的年代 我们称为各人任意而行的一个年代的尾声 当时菲利士人上来 要去跟犹大人打仗 跟以色列人打仗 但是以色列人打败了 所以他们从士罗地将药柜搬来 他们想着这样做 神就在他们中间 与他们同在 但是他们没有留意到 其实在那个年代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神已经不是在他们中间 因为他们的罪 他们的恶的缘故 所以到最后这场的战争 以色列人都是输了 甚至乎当时以利和祭司 两个的儿子 都是在战场上身亡 约跪被菲利士人老去了 当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时的祭司以利非常惊讶 于是他向后一跌 他就死了 而以利的媳妇 见到他的老公死了 见到他的老爷死了 见到神的约跪被人老去了 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都很伤心 在生产的时候 他生孩子的时候 他都难产而死 但在他临死之前 他为他的儿子改了一个名 叫做以家坡 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了耶路撒但 离开了他们 所以我们是想 早在以色列书以前 神曾经离开过属于他的子 在以色列书的年代 神也都离开过他的主 今日神也有这样的可能 离开属于他的人 因为人不肯离开罪 因为人不肯归向他的缘故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里 其实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国家 他本来是一个基督教的重地 可能他是基督教立国 非常重视圣经 重视神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 仿佛基督在这些地方 慢慢慢慢被赶走的一样 所以我们去想的时候 很多西方国家的一些教堂 今天已经不再是教堂 外边是有个建筑埋在 但是神已经不在中间 那些地方已经不是神祷告的地方 祷告的点 很多人形容今时今日 去到末世的时候的教会 是一个去基督化的年代 意思就是说 基督在教会里面慢慢被淡化 教会越来越不重视圣经的讲解 圣经的教导 叫人认识耶稣 认识真理 大兄姊妹 本身也不太再去在意 神的指言 耶稣的教导 耶稣教导的遵行等等 甚至乎彼此之间 都不再喜欢去谈论 关于基督的事情 喜欢讲很多 哪里玩 哪里吃 做其他事情等等 这些的景象 其实越临近末世的时候 就越来越明显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留意到 也不知道 弟兄姊妹 你介不介意这些事情发生呢 主耶稣在约红福音15章5章5章 15章5节那里讲到 祂说 来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今天在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神在否中间 第一 神一早已经给我们 讲到原一原理 求神去帮助我们 最后有一个反思 当你是思想的时候 你知道我对上一次 神对你说话 是多久之前的事呢 神还在你的生命里面呢 求神去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